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后天星期六就是六周选举的投票日了 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 槟城元任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 却突然投下震探弹 宣布即日起退出行动党 结束他长达18年的火箭政治生涯 拉玛沙米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 他和其他几名被除名 无法上阵周选的行动党领袖 因为支持槟城的元任首长曹关友 而被党内的一些人针对 那这也是为什么他选在这个节骨眼上宣布退党 同时他表示行动党领选候选人的方式 让他感到很灰心 拉玛沙米批评 那如今的行动党已经被一两个家族霸权统治 还说党内有几个人 以为自己可以在党内建立王朝要当皇帝 他批评行动党把年轻的议员 包括巴掩达南元任州议员莎迪斯 发引人马元任州议员孙逸智 以及龙伟的元任州议员杨顺兴给刷下马 反而是让一些年龄更老的候选人上阵 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他质疑 这样的排兵布阵根本就是有一位皇帝在背后操控 想要借此来排除异己 无论如何 拉玛沙米表示退出行动党是他从政50年来最艰难的决定 但他强调自己本身依然非常爱行动党 也会继续支持西盟 并且给予曹官有权力支持 同时他也表示自己未来不会批评行动党 只会炮轰那些在行动党里头做皇帝的领袖 宾城原任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行动党 他炮轰行动党内部有人建立自己的王朝 而皇帝才是让宾城行动党陷入危机的罪魁祸首 同时他也批评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作为他曾经的学生却不懂得真实重道 所以就将他拉下马让他很不满 我是一位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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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经常的信息 请问我 师傅 来来看我 我觉得我们想要脱下你 没问题 有点尊敬 你认为党会得到这些印度的支持 对于拉玛沙米的批评 陆兆福今天在接受媒体询问时就反枪 行动党为拉玛沙米提供了很多机会 甚至让他担任长达三届的槟城第二副首长 但拉玛沙米却因为不被委派上阵 而选择退党 证明对方只是在利用行动党来获得职位 除了批评拉玛沙米对党不忠心之外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也在面子书上发文 炮轰对方在撒谎 还说在上个月宣布候选人仪式当天 他其实就已经会见了每一名即将下车的原人议员 其中就包括拉玛沙米 而整场的会议长达一个多小时 竟然导致当天的候选人推卸仪式延迟开始 陆赵福还表示 自己对拉玛沙米撒谎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 也让他失去了对拉玛沙米所有的尊重 那对于战友突然退党 被点名的槟城决任首长曹关友则回应 拉玛沙米他是因为不满行动党领选候选人的程序 并且认为党中央没有妥善的传达领选委员会的决定 给那些落选者才会退出行动党 他指出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因为那些不受伪上针的原人议员 往往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得知自己落选 而今年也不例外 至于手下安华今天被问到拉玛沙米退出行动党时 他则回应拉玛沙米是他的朋友 而他会向对方打拼情况 了解行动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同时他也希望拉玛沙米能够继续以其他方式服务人民 并且为昌明大马理念做出贡献 以协助政府更好的治理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